HELLO 大家好,今次打34層 主要陷阱是黑洞和傷害壁 陣容方面我建議帶大黑天就已經很適合 打法方面你見到最上面有隻魔法師 他的呼籠頭是對我們的有利狀態,對敵人的負面狀態 有減攻,我記得剛熟的魔法師好像是減防的 我不太記得,暗熟的那個是減攻的 你會發現他們沒有吃減防狀態下,怪是很厚血的 是要BAN很久才BAN得死的 所以這關的打法就是優先搞定了魔法師 令到小怪身上有D-BUT狀態,負面狀態,我自己不懂 然後你殺他的話就容易很多,主要打法就是這樣 這個在王關裡面是非常之重要的 你看到現在去減防吧 帶的陣容方面其實帶大黑天已經很足夠了 但我不建議帶太多,兩隻就OK了 如果有三隻有什麼問題呢,就是他的絕招實在太廢了 不妨說多次,帶大黑天的絕招太廢了 即是你要在王關那裡爆發輸出是不可能的 他的極限就是扣過百多萬 都不知道有沒有的,說真的 所以我建議帶兩隻就夠了 接著就帶回老闆,這些基本你不是沒有的 台版沒有老闆這些是說不通的 接著你可以帶什麼呢? 沒有尊,但是沒有尊 但是沒有尊我覺得就不太有用 打這關,我自己覺得而已 你自己聰明吧,不知不知道帶什麼 你一天學我這麼帶 即是兩隻老闆兩隻,大黑天夠打 一定夠打的 那這關由於他沒有位的關係 所以他將不動名王加大黑天炒一跌 這個打法就是手卡 可以逐坨逐坨牛仔卡死去就可以了 那我打死了一隻魔法燒就減攻了 因為如果不減攻的話 那些牛仔噴你一下 你都不是一人爆一個海洛瓶你都挺過癮的 但就算減了攻他的兩天炒也是很痛的 對,也是很痛的 所以就趕快卡爆他了 由於這關小怪很密集的關係 所以大黑天騎的友情技是發揮到很大的威力的 對,這個就非常好用的 OK啦 暫時都打得很順利 對,反彈卡點 是不行的當然 這些上級的技巧當然不是我做到的 那我們用一些簡單一點的卡法 唉,老闆 搞定 這個34層是要搞很久才能進到王關 所以前期會打很久的 那王關是不動明王 那是兩王血而已 那這裡打法就是 下面那隻珍視位是會幫王回血的 雖然回得不多 但理論上也是最好殺了他先 因為你很難去... 怎麼說呢 即是你每回合輸出來快一個他 那這關留意 大黑天和機器的位置 可以卡死 可以一下卡死 對 首先吃正弱點是一定一下卡死 45度卡進去 平時都可以卡大半 對 打法方面你可以先殺魔法師 令到所有怪減防 包括珍視位 那你要殺他容易很多 那或者你就先秒了珍視位 那因為... 這次我沒懂卡的 因為我第一次打 所以我還沒知道這件事 那為什麼我現在知道可以卡死 因為我之後試過用這個無課金的隊伍打 是很多次都卡死的 但是為什麼會很多次呢 其實都不是很多次 三四次左右 其實打這關是不算難的 因為無課金的隊伍是有點弱智的 因為我就不懂看王的技 所以就死了 在王關 有機會無課金隊再跟大家說 那這裡說回正常 就不用太強打 要他吃個心 因為他下彎不打人 那這裡就真的是大劑了 我就想吃個心 其實可以搏一搏卡死他 其實可以搏的 那我就不夠膽 其實這個要吃心也有點難度 都是兩邊都要搏的 那當然有心立刻拍吧 不要想了 Bang撞到大黑天就秒了 打得不太順 我覺得現在看回這個 影片來說是 因為當時還沒看攻略的關係 所以就很隨便 但是這個打法就是 殺小怪先的 應該是 最好是殺了魔法師先 可以卡死那些牛仔 也可以優先卡死 因為卡死那些牛是最好的 起碼少了一個很主要的輸出 卡得不靈 不過都夠了 在這裡 撞老西的有情記 老西的位置設得挺漂亮 好 那大黑天的有情記 就殺了下底 但這裡可以卡死那隻王 那隻王的弱點 當然是左也右 其實是兩邊都很窄的 如果你的位置好 可以直接卡 卡不死也卡三分二 或者五分四 總之就是死那隻 總之就是 那基本上 你殺了牛仔的話 其實他們已經沒有什麼輸出可言 即是王就不算好痛的打人 那現在已經過了攻 更加不用說了 這裡撞下去吧 這樣就上去 那他的反傳送是一彎一彎的 還有反傷也是 所以其實沒有反傳都還可以 即是一兩隻沒有反傳好像我這樣都可以 影響不大 好啦 那我輕鬆搞定了 這層 左右 對 OK 接著好像還有一關大黑天 好像一關還是兩關 我想一下 就有兩關大黑天 我記得這關好像不是最後 那這裡我選擇卡點 其實就沒什麼作用 因為那隻曾志偉幫他回血 我記得有沒有開 這裡還沒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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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啦 打法方面 首先 魔法師或曾志偉 你隨便秒一隻 那秒完之後 就秒了魔法師 就令到他們減防 那二殺厲害多 我記得大黑天那個位 他每次都出了弱點給我 我好自己記得 這裡卡頭是可以直接卡爆 如果卡頭卡到弱點的話 是可以直接一下卡爆 但打不打就看你自己 OK 想一下曾志偉死了 其實都可以直接對王輸出 好像我現在 你看 他每次都給他弱點 那我這樣 就馬上彈弱點了 這個優先 這些位置是卡到100萬 一定可以 超過的 那其實就 大家就 這個開始 就是小怪打你 就不算好痛 因為小怪是沒有大招的 那些鬼是不會有白爆的 所以就可以鬥魔 那隻王是會有個小型的大招 那個小型白爆 不算好痛 但是就 最好不好吃 對啦 卡頭你看到卡到百多萬 大家天 那你看到我 都未來一次扣防 他就已經收皮了 扣了防 那接著大家天的位置 好像又出弱點 對啦又出弱點 又有金心 同一個位置 留意 OK 搞定 那接著你 如果你之前用了很多技 你可以在這裡儲回 留一隻 你隨便留一隻小怪 那我建議就留魔法師 都不是特別建議 因為魔法師小血 你不小心 遮到也容易死 那你留哪隻 都應該儲到技 是吧 因為他們有攻擊力 就不高 OK 好啦 最後一關 中波士關了 頭頂可以直接卡爆 應該不可以直接卡爆 但是可以卡到很多 想殺魔法師 但是失敗 可以卡死 這裡可以卡死 咦 竟然我扔核彈 太衝動了 少年 其實大家天的絕招真的很廢 我剛才說 你看到核彈扔了 還是扣很少 小怪 我不是指大家天 我只是小怪 因為小怪是厚血的 這一下就扔了 當然沒什麼意思 第一次打 但是我打算扔了先 我打算王關可以儲回 再多一隻魔法師 這個頭頂就有黑洞 開號令 這一下也有點衝動 其實說真的 可以不開號令 理論上可以不開 但開了也不是很大影響 所以這隻王關會比較辛苦 這裡就馬上搞定 或者 嘩 靠3BUT 當然不是特意卡 這些 純粹是想撞其他人 剛剛卡到 那我不出聲的話 你真的以為我特意卡得這麼漂亮 嘩 殺了 王關 那我就少了兩個絕招 其實就 有點危險了 這裡照舊了 其實這兩隻小怪 其實可以卡卡點的 兩隻 一隻鬼 一隻牛 和不動命王之間 卡爆的可以直接 那當時第一次打 不知道 我竟然跑去卡 我只是魔法師 其實都可以的 卡死的魔法師才可以的 這個大黑天是非常厚血的 所以 如果不用小怪卡點 是要打很久的 呃... 浪費了卡點的機會 那你看到145萬才扣了這麼少 其實他應該也有400多 500萬 他的血量應該有 對 對 還有你看到 石牆和石牆之間 可以卡點 其實很多點可以卡 是他頭頂的 應該卡到 到我沒有試過 這個就 即是不敢肯定 減攻 對 其實這關只要你懂 打魔法師的話 就非常容易打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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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弱點 但是他上面那隻 動 其實這裡可以卡 那個機器 不過我就保險一點 隨便撞回自己 就算了 好 那這裡先回門 照舊 如果你要儲技的話 可以在這裡儲 其實下一關也有點難打 我覺得有點難打 如果你真的不放心的話 你不想最後炒 你就可以在這裡儲技 因為我老西的技是一定儲不上的 這裡有曾志偉 那跟第一次見到曾志偉幫這個 不動明王回血了 他們兩個不同屬性的西仇 可以用卡點的方法去卡死他們 其實 嘩 竟然不卡點 那我這懶人 我就打算撞友情機 其實應該是卡 應該卡點會好一點的 我覺得就 這個盧勢可以開號令 應該是就減了防 咦 不對 稍微現在打了天獄先 卡路應該是 這些基本東西現在應該都 8成左右 不要說100% 那他再打兩組魔法斯奇 其實影響不大了 魯西 那就給大黑天 放進去 其他人就負責清怪 漂亮 看到大黑天卡爆了 已經1千多萬 搞定 跟正常的不動明王一樣 都是非常多位給你卡 所以我覺得34層不難的 而且他對草的要求不高 就是2隻大黑天 然後一隻魯西 然後 隨便拿些東西 基本上都十拿九穩 我覺得這關跟31、32、33比 是有點差距的 對啦 所以都算穩陣地一擊pass 都算輕鬆的 好了 來到這裡再見